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音乐作品 聊聊我的生活 我的困惑和我的答案 所有困惑的人 失眠的人 散步的人 等待客户回复的人 受困于降温的人 所有需要陪伴的人 欢迎罗座 希望你们在这里听见陪伴 听见温暖 今天电台第一期 我想以职业歌手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对音乐的感悟 大家有过被音乐感动的瞬间吗 我自己先来回答 我有 音乐常常让我感动 作为一个职业歌手 在我看来 听歌 听现场一定好过于录音棚里面采集的声音 CD里的歌总是完整的 更符合作品演唱要求的 棚里可以一遍一遍地演唱 只为了取一个音 但我觉得 艺术要有点遗憾才好 录音棚这样的模式 怎么可能把遗憾留下来呢 在线下一首歌的演绎 跟时间 地点 空间 灯光 舞美 观众息息相关 每一个变量都能影响歌的走向 哪怕就在一分钟前某个条件突然改变 这个改变都可以在一分钟后的演唱里被表现出来 可以说 追求现场就是追求歌的人味 2019年的一旬我做了17场 反复地唱过《你不要担心》 我印象特别深 在每一个场馆演唱它时 我的情绪都不同 在去年二旬的南宁站 在演唱新专辑《怂》的时候 我也很明显地感觉到 虽然音准啊 音色啊 不比录音棚里 但整首歌我想传达的东西 所有的那些弹性的部分 那些律动 我认为都比录音棚的版本要好 这些细微的感受 歌手站在舞台上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有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很神奇 在今天 想成为一个艺术家 可能首先 你得成为一个杂家 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 在自己的门派记忆纯熟时 都会再去学习学习其他门派的思路 歌手也是这样 需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艺术审美 职业歌手通常有一颗敏感的心 因为他们渴望在自己的世界里求索 遨游 也只有这时 这个正在唱歌演奏的他才是真正的他 歌手的演唱 实际上唱的是味道 是修养 是生活带来的不一样的感悟 当一首歌真正进入骨子里 你会发现 谱子上的每一个渐弱渐强 都跟最初不同了 在很多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时刻 音乐帮助我们的表达 并且往往是最准确的那种形式 记得电影《辛德勒名单》里 那个弹琴的片段吗 强响之后 德国士兵接续谈起了犹太人未完成的曲调 没有说话 但我们很容易明白导演想表达的 我虽然是敌国的士兵 但我并不想伤害你们 这就是无声的表达 所以我说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 音乐拓宽了我们的世界 让我们感到生活不在庸长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学作品是日益英国小说家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石黑英雄》所写的小夜曲 这是一部聚焦失落音乐人的短篇小说集 故事的主要人物都是从事音乐相关工作的 郁郁不得知的餐厅乐手 风光不在的国旗歌星 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 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萨克斯手 他们曾经无限靠近理想 却无一例外地和理想擦肩而过 书中出现的音乐家 歌手 歌名 绝大部分 都是真实的 在这些故事里 作者讲音乐 更是讲人生 艾莫莉和我一样 喜欢美国百老汇的老歌 她比较喜欢节奏快一点的曲子 像欧文柏林的《脸贴着脸》 科尔波特的《当他们跳起比金舞》 而我倾向于半苦半甜的《伤心情歌》 但还是有很多歌是我们都喜欢的 而且在那个时候 在英格兰南部的大学校园里 发现有人跟你一样 喜欢百老汇 算得上是奇迹 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歌都听 我侄子 今年秋天开始上大学 最近喜欢上了阿根廷Tango 她也喜欢最新的独立乐队的《随便什么歌》 还喜欢爱迪特·皮亚夫 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 口味比较单一 我的同学分为两大阵营 嬉皮适性 留着长发 穿着飘逸的衣服 喜欢前卫摇滚 另一类 穿着整齐高雅 认为古典音乐以外的东西 都是可怕的噪音 偶尔也会碰到声称喜欢爵士乐的人 但你每每会发现这种人啊 都是半路出家型 只知道即兴 不懂得应该从认真打造优美的歌曲开始 所以 发现有人也喜欢美国爵士金曲 还是个女生 真是欣慰 和我一样 艾莫莉也喜欢收集敏感 坦率的声音翻唱的经典曲目的唱片 这类唱片 要么在旧货店里慢慢贬值 要么被父辈们丢弃 她喜欢萨拉沃恩和切特贝克 我偏好朱利伦敦和佩吉利 我们俩都对辛纳特拉或艾拉菲茨杰拉德不感冒 第一年艾莫莉住在学校里 她的宿舍里有一台便携式唱片机 当时很常见的那种 长得像个大帽盒 浅蓝色人造皮的面 一个内嵌式喇叭 打开盖子以后 才能看见里边的唱机转盘 按今天的标准来讲 她发出的声音 够原始的 可我记得 我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 愉快地蹲在唱片机旁 把一张唱片拿下来 再小心翼翼地把唱针放到另一张上面 我们喜欢放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 然后争论歌词或歌手的演绎 那句歌词是应该唱得这么讽刺吗 唱乔治亚在我心 这歌应该把乔治亚当作女人 还是美国的一个地方 若发现一首歌 比如雷查尔斯演唱的 不论下雨或晴天 歌词本身是快乐的 而演唱成十分悲伤 我们会特别高兴 我无意中撞见 她在和别的同学 讲某个自命不凡的摇滚乐队 或某个空虚无误的 加利福尼亚创作歌手 我都会吓一跳 有时她会像在和我讨论 哥什温或哈罗德阿伦那样 开始谈论一张概念唱片 我得咬紧嘴唇 才不把愤怒表现出来 那时候的艾莫莉 苗条 漂亮 要不是她早早和查理在一起 我相信 会有一大堆人追求她 查理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 一年级时 我们成天在一起 因此我才认识了艾莫莉 第二年 查理和艾莫莉 在同城找了间房子同居 虽然我常常去他们那儿 但是那些与艾莫莉 在唱宾机旁交谈 已经成为往事 一来我每次去 都有几个吉他同学 坐在那里又说又笑 再者 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体声音响 大声地播放着摇滚乐 说话都得用喊的 这些年来 查理和我还是好朋友 确实我们不如以前那样常见面 但这主要是因为距离太远 我在意大利 葡萄牙还有西班牙 这里待了好几年 而查理则一直待在伦敦 要是这么说让你觉得 好像我是个空中飞人 他是个宅男 那就好笑了 因为查理才是整天飞来飞去的人 德克萨斯 东京 纽约 参加一个个高端会议 而我则是年复一年困在潮湿的房子里 安排拼写测试 或者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慢速英语谈话 我叫雷 你叫什么 你有孩子吗 大学毕业后 我选择了教英语 刚开始貌似还不错 很像大学生活的延伸 语言学校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若说教书很无聊 课酬很低 那个年纪的你不会太在乎 你泡在酒吧里 很容易就交到了朋友 感觉自己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的一部分 你会遇见刚从秘鲁或泰国交了一阵子书回来的人 你会觉得只要你愿意 就可以利用你那个关系 在哪个你向往遥远的角落找到一份工作 而且你永远是这个舒适的寻回教师大家庭的一份子 一边喝酒 一边聊着以前的同事 神经志的学校主管 英国文化协会里的怪人 八十年代末期 听说去日本教书很赚钱 我认真的计划要去 但最终没去成 我还想过去巴西 甚至读了一些介绍那里的文化的书 要了申请表 可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只去意大利南部 查理对我说 等他们有了孩子以后 要我做一个孩子的教父 可到现在都还没有 我的意思是 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我想 如今要孩子已经太迟了 我必须承认 我一直觉得有点失望 或许我一直幻想给他们的孩子做教父 能让他们在英国的生活 和我的生活 有了正式的联系 不管这种联系 多么微小 作为听众 我个人更喜欢那种 忧伤带着欢愉的 轻松一点的音乐 而不是那种大杯大和的作品 这类我其实很少听 觉得有点太沉重 因为生活 本身很辛苦了 某种程度上 《小夜曲》也是这样的作品 不太得意的人与世 读起来却能晴朗清快 这里是王熙的晚安图书馆 用文学和你说晚安 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我的生活 我的感悟 也会带来更多 有温度的文学作品 下一期节目 我们一起聊聊春节 也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期再聊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